如果賴清德徵兆的方式徵兆領有可能會改變心意嗎 我認為賴主席絕對不會這麼做 賴主席現在要考量的是未來我們國家的政策願景 我們國家定位的深化 他要去思考 要去領導的是我們國家的大國更多的志向 那這一些這個區域立委這小局嘛 小事情 不會說這麼小的事情 那勞煩到賴清德主席預駕清爭他來協調 我認為不可能的事情 我認為不可能 而且我們民進黨人才積極嘛 其實在中山區 在其他選區 我們都有很多預備的人才 都很優秀 那我之所以會參加這一次的初選 我完全是因為我深刻的考量到 我們現在國家社會遇到的問題 不是我單單在台北市議會 在台北市政府可以處理 可以解決的 那所以我有這一方面的經驗 能力 那我也準備好了 我想做最後一次的一搏 那外界也傳出英系就是暗住您可能要拉下委員 何志偉 或是堅持初選 可能會為難 就是副總統賴清德 你怎麼看 我覺得完全不可能 王世堅 從過去從政以來 我王世堅 就是黨內最小的派系 王世堅 姦系 姦系就我一個人 所有跟我共識過的議會同事 或者過去立法院的同仁 都很瞭解我王世堅的為人處事 那從過去到現在 我都沒有參與任何的派系 那一天去初選登記 七位議員裡面 至少就有三位 他不是英系啊 那這七位議員會陪同我去登記 是因為他們長期跟我在台北市議會 我們共識過 他們很瞭解我在議會的表現作為 我們都是好朋友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都互相幫忙過 所以他們才陪我去登記 這跟所謂英系的按住是無關的